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收看涨叠密码 我是蔡佑达 台股今天收涨了95点 收在17502点 虽然稍稍留了上影线 美宗不足 但是周线成功了连六红咯 下周会不会连七红再度的挑战历史高呢 而强行强的族群依然是在航运 像是万海尾盘工长亭 273块平了历史新高 那么全职股的部分却是开高走低 尾盘熄火的包括了连发科连电都翻黑 盘是如何分析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际头顾张允民分析师 佑达好 同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盘面上的官场我们先来请教张允民老师 好的 今天台股涨95点 在历史高点的附近 但是因为盘面上资金大部分集中在航运股的关系 所以最近如果你没有操作航运 相对的要获利可能就被压缩掉了 盘氏如何分析 航运要涨到哪里 电子股能不能接棒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先从新闻解读开始 来 今天的新闻 好 HDI新产能益助 见顶第三季言文真文 好 当你看到一个报纸的时候 你如何解读它 解读的方式都不一样 你看基本面 你看技术面 你看各个什么东西都可以 看指标 最后你要决定要不要进场 要不然你看这个新闻要干嘛 看这个新闻判断要不要进场 可是判断的依据每个人都不同 当然因为不同所以产生股市的输赢 张爱民判断的依据 是用我自己研发的股城系统 三线架构来判断它 好 那我们切入股市系统 这格局不对 为什么 上海好多卖压 对不对 碰到卖压区 三线还没有翻多 卖压没有突破之前 当然就不能追 所以这张股票我看到这个新闻 一看一晃而过 谢谢 再联络 好 联发科大单四单丢给雍智 让我们看一下联发科的格局 到底对不对 联发科还在空头格局 曲线在空方 上涨两个压力没有克服 所以很简单 这种股票暂时我就不会卖 好不好 来 Winners 11升级硬底设备 相关的模组厂得到利益 好 那里面有提到谁 蓝尼亚科 威刚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蓝尼亚科 威刚 蓝尼亚科对不对 当然不对 曲线转空已经五个月了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翻多 近期又出现两个卖讯号 所以这个格局当然是不对的 威刚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为什么 上档出现卖讯号 第一线已经跌破了 所以我们都看完之后 这个新闻相关的股票 你就不用追了 来 这个鸿海7月12号要除息 要配美股四块钱 鸿海是组装代工的大厂 我们看一下现行 对不对 当然不对 这已经转空将近三个月了 高档出现卖出讯号 你就该跑了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翻多 近期还出现两个卖出讯号 所以这个格局是不对的 懂意思吗 好 林勇 望宏 外资优选 我们看看林勇格局对不对 对吗 不对啊 这空头格局 一转空我就跟大家提醒了 这格局是不对的 到现在两个月还没有翻多 对不对 好 望宏对不对 望宏当然不对 因为第一线还没有翻多 上档又出现好几个卖压 这两股票相当相当的弱势 你看就知道 都在空翻嘛 所以这格局还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看完这些新闻 就笑一笑 就好了 好不好 来 杨智全年业绩 双位数成长 好 那我们看杨智 对不对 三线翻多 可是门口的反压 没有克服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如果林这个算是五个 这个算是六个 所以目前它相对位置的压力 有六个压力 非常的沉重 所以这种股票 当然我们就先看一看就好 它压力并没有突破 而且门口马上就碰到压力 那这种股票相对的 我们是 我是不会介入 这是我的判断原则 好 那我们的输家跟赢家 有什么不同 你想想看 今天是礼拜五 礼拜三的时候 航运全面跌停 那很多人说 航运挂掉了 电子股稍微转强 现在资金要转到电子股了 就昨天电子股又乱趴趴 今天也不怎么样 所以资金有没有转到电子 没有 所以你做股票的时候 很忌讳什么 散户的操作原则就是 看到黑影就开枪 树林里面有人领晃动 你猎人要去打猎 你要打老虎 打山猪 对不对 打驯鹿 那你看那个黑影 竹子在那边摇动 风一吹摇动 那边就 让飞发子弹 看那边又摇动 三发子弹不见了 待会真正的老虎出来 没有子弹了 散户就这样 看到黑影就开枪 就跟礼拜三一样 电子股反弹 你觉得它要涨了 没有 根本没有 韩国跌铁 你觉得它挂了 没有 礼拜四又涨停了 对不对 今天继续表现 所以不是看涨跌的 判断股价 这绝对会发生错误的 好 所以我们这时候 航运能不能续抢 电子股能不能接棒 那请问要看什么 这个答案如果你搞错了 那你就做不赢了 看什么 对啊 看什么 赞美给你很正确的答案 看龙头股 懂意思吗 电子股能不能接棒 龙头股 航运股能不能续抢 一样看龙头股 龙头股 龙头股有领头的作用 龙头股挂了 行情就挂了 好不好 反对反过来说 电子股 龙头股接棒 电子股就转强了 懂意思吗 那我们看电子股有各个产业 有IC设计 对不对 IC设计龙头 龙头就连发科 它翻多吗 没有 三天前有翻多吗 也没有 那你追它干嘛 好 代工龙头 当然就台积电 台积电连电是现金 台积电是龙头 请问翻多了吗 没有 压力克服了吗 没有 对不对 好 这个代工丸 爱设计丸代工 代工丸要做封测 封测龙头这一光 请问翻多了吗 没有 这样看懂我意思吗 没有 你就不用急 好不好 好 被动元件 电子设备需要被动元件 请问翻多了吗 在临走附近 但是也不要忘记 它门口就很多压力 它并没有克服 它已经转空 四个月了 目前第一线还没有翻多 在临走附近 所以暂时 先看一看就好 好不好 PCB 对不对 一样跟国具很类似 股价创新高 股成线没有拉起来 第一线还在临走 今天甚至跌破 所以这个格局也是不对 因为三线架构不完整 所以你不要光看它涨 涨有时候拉回力道 会很快 为什么 因为架构不健全 就很容易找麻烦 好 接下来看光学 光学龙头当然是 曾经当过股王 大立光 那对不对 当然不对 你看压力这么沉重 它要涨上去不容易 好 这个第一线 来南科 龙头南科 南亚科 你看南亚科 对不对 这格局是不对 你转空五个月了 所以你把第一线族群看完 当然还有代工跟面板 来把它看完 面板对不对 群装 这当然不对 门口压力这么沉重 这怎么可能对 还有一个什么 代工的红海 红海对不对 一样在空头格局 不是早就应该出场了 这三四个月 你在耗栅力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把所有龙头股看完 请问电子股要大涨了吗 那答案不就出来了吗 这这么简单 懂意思吗 那你搞不到方向 你就会乱冲乱撞 你每一次错误的出手 浪费子弹 浪费时间 甚至你会赔到你的钱 这才是关键 好不好 所以不要搞不清楚 来我们看航运股 我还真的蛮强的 对不对 大涨一波上来 请问最近一个月 航运股哪一档最强 如果把这个问题问你 你可能没有答案 报纸都写出来了 我们就不用猜了 原来是东森 因为他也是26开头 东森是航运股里面最强的 今天报纸登的 东森 张一鸣是不是跟你讲东森 你看这一个月 从11号到今天 我跟你讲都是东森 懂意思吗 东森果然是最猛的 好不好 来 东森 好强 对不对 今天又创波段新高了 38.85 对不对 是不是创波段新高 看到数字就创新高 礼拜三大会跌停 礼拜四 攻上来又涨停 今天创了波段新高 原来这档股票是26开头的股票 航运股里面最强的 没有错 他叫做东森 好不好 那东森到底什么题材 有一部电视剧 大陆把它封为神剧 他演得非常非常好 里面剧情 可以写很多书 刻画人性 刻画人心 非常好 这是很久的电视剧 叫雍正王朝 好不好 雍正王朝里面的歌 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是执政者 一定要戒胜恐惧的一句话 主题集就这样 得民心者得天下 就这样 讲这句话 那如果把它用到现在股市里面来 得网购者得天下 原来如此 难怪东森是这个月第一强 东森是什么题材 两个字 网购 懂吗 那如果再加一个题材 叫做母仪子贵 网购加上母仪子贵 为什么叫母仪子贵 今天有一个欧巴桑 他就是一个欧巴桑 他生了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变皇上了 他就变皇太后 他叫母仪子贵 这个朱元璋的妈妈不是吗 他就是个欧巴桑 生了一个儿子 叫朱元璋 将来他就是太后了 当然后来他当华上前就死了 他如果没有死 他就变皇太后了 太后了 皇上的妈妈 懂意思吗 所以母仪子贵 到底贵在哪里 你把它搞清楚 搞清楚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有人说东森只有 这个东森购物台 25%的股权 贡献一片是0.65 所以用0.65去算 去核算东森的股价 应该多少 我会讲0.65 一根停板就没有了 不是这个算法 贵错了 你以为他很贵 母仪子贵 可是你贵错了 你就不敢买 懂意思吗 那贵在哪里 是个字叫比价效应 我相信没有人可以跟你讲出这个道理 为什么叫比价效应 为什么叫母仪子贵 微单股票叫富巴美 8454 今天看到1900了 1900 他去年的EPS13.8 做什么 当然就是做网路购物 电视购物 我们看5960 不是东森购物 某某购物吗 就是购物台 他的EPS13.87 东森的EPS14.11 比他还好 那现在他股价1900了 那请问这个股价最近三年内要挂牌 2023年要挂牌 他会不会有比价效应跟比价的空间 当然可以 你可以到1900 我跟你做一样 我获利比你还好 那为什么不能1900 那个东森可能以前 王佑珍 王念玲形象比较不好 打个八折 1900再打个八折也可以 懂意思吗 他就会产生一定的比价空间 那这辆股票 东森 2614的东森 东森 航运国东森 持有东森购物台 25.87%的股权 不得了 为什么不得了 换算一下 我们用1875 这个昨天的价格 今天1900了 用1875去算 他持有股本10万张 东森购物台是10万张的股本 11的股本就10万张 他持有25.87 换算的价值多少 494亿 懂意思吗 这就是在那里 他也没办法 那就是这么贵 没办法 就这样 494亿 那如果把它换算 东森的股本 55亿 55亿 494除了55 EPS贡献度 加近90块 89块 现在股价38块 你说为什么股价这么强 那当马来都是傻瓜吗 当然不是傻瓜 他们知道这个逻辑 懂意思吗 但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今天盘中有一个投资人 说老师 人家卖一半了 人家干我什么事 人家 他每次涨起来就卖一半 这是最可耻的错法 为什么卖一半 等下去说我卖掉了 涨上去说我还有 涨也对 跌也对 这不是无耻的人吗 我不会做这种事 因为他不晓得这个题材 涨两个赶快卖一半 等下去 我卖掉了 我安全离开了 至于涨我还有 我如果这样你会认同 你股本色 你一定会这样骂我 我不会这样做的 放心 好 所以当这个题材知道之后 投资人员很简单 说真的 张爱明 你有没有卖一半 我不会 我不但没有卖一半 我还加码 跌一天半 跌下来我加码 礼拜三 礼拜四 又涨上去了 今天又涨上去了 好不好 网购会变成常态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我不用讲 他每天都在带着 每天都在关在家里 说你小朋友关在家里 真的很可怜 小朋友活动力比较强 每天在操场跑来跑去 工营跑来跑去 现在把他关在家里 你大人也怕他出去感染 把他关在家里 真的很可怜 大家没事要做什么 刷手机购物 甚至民生必需品 你也不出去 也怕传染 购物进来就好了 你又给你送到家 所以我们说网购会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常态 当有些筹码沉淀很久 一旦有资金介入 有题材 不得了 东森在涨什么 就在涨这个 懂意思了吗 好不好 所以当大跌的时候 礼拜三不是大跌 255跌 他涨停板 Oh my God 还是网购题材 他还涨停板 大涨的时候 来 有没有 当天大涨207点 开高走低 他涨停板 他还涨停板 大盘涨 他还涨停板 大盘跌 他还涨停板 怎么那么强 六天五根涨停板 来 有没有 这就是东森 这样了解了吗 好不好 来 东森 有六根吗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有没有 六天五根 不是六根 六天五根涨停板 到这边 算很简单 你的买股票 如果是这样股票 你看多开心 多愉快 多轻松 有什么好 很多老师都乱骗 干嘛要骗 真真实实 把他钱放到 还没有放口袋 因为我还没卖 真真实实赚到这些钱 虽然还没有卖掉 账面上就这样 他就在那里了 已经60%以上了 很开心 很愉快 懂意思吗 好不好 来 东森 张爱民你都没有事先讲 拜托 6月11 我东森就讲了 这东森画面截图 有没有 东森的logo 好不好 来 今天没大力存 股票市场可以这样 今天没大力存 真的吗 来 18% 17号 46% 21号 来 22号 已经61%了 当时是27 37.75 今天收盘38.25 这个数字又跳上去了 不止61%了 又更高了 都怎么样 所以会怎么样 今天没大力存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股票这样很轻松 很愉快就好了 何必要乱骗 什么卖一半 鬼扯 加码什么卖一半 搞不清楚 好 那我们是网购题材 有三个主族 第一个叫金颖大厂 像MOMO就是 现在1900了 像网家也是做网购 PC号 对不对 东森 他有网路购物台 网路跟购物台都有 另外有宅配题材 比如宅配通 家里大龙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第三方支付 很多人不晓得 报纸登出来也没有写 第三方支付 这也是网购题材 为什么你网路 这个要怎么样 要购物 购物要付钱 那你怎么付 网路信用卡填一填 那谁在做这个业务 第三方支付业者 当然包括 连这个信用卡中心都有 那里面的龙头叫做绿界 占有70%的市占率 那绿界的 Oh my God买了多少 偷这边 Oh my God买了 来 这边又写 我们台湾的第三方支付 红蓝绿 三分天下 我现在讲这个内容 你哪里都听不到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赵云铭跟你分析 现在台湾的第三方支付 三分天下 红蓝绿 红谁 红阳 绿呢 绿星 蓝星 蓝是蓝星 绿呢 绿界 最大的叫绿界 这样懂意思吗 三个最大牌的 红蓝绿 红阳 蓝星 绿界 其中绿界最大 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是第三方支付 好 那我们这绿界的获利 我把它写大一点 不然你看不到 来 前五个月一片是 九块四了 前五个月就九块四了 快一个股本了 谁持有它 Oh my God 不得了 这个Oh my God Oh my God 持有绿界股票 三十一点六八% 换算股价 投资品 现在已经新贵挂牌了 现在一三七点 它持有一点二八万张 一点二八亿 三十一点六八% 换算起来 市值五十五点九亿 问题 Oh my God 股本只有三亿 母一只贵 光这个儿子就五十五亿了 它股本只有三亿 EBS换算多少 一百八十六 十八个股本 懂意思吗 所以想想看 怎么容易跌 当然就不大容易跌 就这个道理 张爱民你怎么抱得住 我当然抱得住 我为什么抱不住 我干嘛抱不住 我当然抱得住 我不但找买 而且还抱得住 好不好 Oh my God 四根掌停板 有没有 你自己看 不要我给你吹你 我们四根掌停板 有啦 对不对 头这边 好不好 当然好 怎么会不好 得民心者 得天下 得网购者 得天下 这是张爱民 这几天 一直跟你用的标题 得网购者 得天下 好不好 来 跟强者为伍 跟智者同行 才卖像你要的股市人生 跟着苍蝇 找到厕所 跟着蜜蜂 就找到花朵 跟着亿万赚千万 跟着起干 让人就变尿饭 你要跟谁 你自己决定 因为那是你的未来 好不好 来 现在做一个动作 拿你手机 张爱民QR call给你扫 打开手机 打开Line 加好朋友 我的QR call给你扫 只有三秒钟 来 扫完之后 发讯息给我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不愿意留电话 你就不要发了 我也不会回 发完之后 张爱民会尽速回答你 你有什么问题 你就发上来 等于是我吃了什么股票 买了多少 现在应该怎么办 股份系统什么格局 等等 你就发上来 好不好 张爱民会尽速回答你 谁交给又打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您回到掌跌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我想在股市里面 没有一个人 没有赚过钱 多少都会赚到 就像你一年操作 二次档股票 难道每一档都赔吗 不可能 一定会有几档股票赚到钱 但是 当某些股票赔 你可能赔两三档 这些赔的钱 比你赚的钱还多 最后就变成输家了 那为什么赔钱 你在不应该买的地方 买的不应该买的股票 懂意思吗 所以常常都很多问 我这股票可不可以买 我这股票怎么办 当时利多满天飞 最后股价得下去了 所以你要遵守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高手势不做的原则 这四个 什么股票不能做 比如说法尼亚债钱不能做 法尼亚债钱 你去追他也没有用 来举例 今天的哑光大涨 但是你看到 刚好来到反压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这么严重的反压 面临这个反压 来 今天有没有三千万多 没有 差一点点 所以我们说明天礼拜一 他如果要继续涨 那跳空 你的敌人在门口怎么办 你坐直升机飞走 他抓不到你 懂意思吗 你要出门 五六个流氓在门口 怎么办 你跟他火拼 他就麻烦了 所以很简单 跳空 从屋顶飞走 他找不到你 对不对 所以我们门口这么多 敌人怎么办 跳空 跳空完三千万多 那就翻多了 那如果没有碰到这么多 牙齿他会再拉回 懂意思吗 所以这种股票最好 跳空大涨 如果没有 那就没有 一定要配合三千万多 这样懂意思吗 这样你就会研判 你现在碰到这种情形 你就不会在这里买 懂吗 因为没有突破 你急什么 好不好 来 汉逊 像这种股票可不可以买 当然不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么多压力在门口 也没三千万多 那你买他干嘛 你买他就跟他堵了 而且你机会很容易输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股票是这样研判的 懂意思吗 好 比如说红杰科 三千万多 刚刚在临走站上 但是一样又来 一二三四 门口又四个敌人 当然对他是比较不利的 那我们说刚刚讲过 门口这么多敌人怎么办 很简单 拉长文棒 要不然就跳空 我不怕你 就拉长文棒 开平板 拉长平 多头气图心展现 我就是要这么力量 把他拉上去 可以 那就会翻多了 如果没有 没有你就不要追 好不好 同志也一样 三线是不是在临走 第一线还没有翻多 买英许要出现了 准备要跟这边火拼了 对不对 又来了 所以当你看完之后 你今天不可买同志 你明天要看情形 如果压力突破才能买 而且要上线翻多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股票操作 这样一个原则 比如说金豪哥 主要是涨停板 为什么 好像没有很漂亮 因为很简单 第一线还没有翻多 看懂吗 那目前压力还没有突破 所以这种情形 你就先观望 不要去跟他猜 会不会翻多 好 敦泰 股价创高 股权线拉不起来 第一线在临走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也在临走 所以这股票就非常不利 在学那边准备掉下去了 所以你先买在 站在学那边的股票干嘛 这样听懂意思吗 好不好 汉拳也是一样 格局不对 第一线还没有翻多 好 完品也是一样 第一线根本就空放 已经转空两个多月了 所以我们这种股票 你买进去就要缴学费了 这样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反过来看 生活形态再改变 很简单 因为大家把这个带起来 当然就不一样 旁边轮动快 操作上的大计 爆产所缺 形态当然不一样 以前哪有在带这个 现在不一样 当然整个股价的环境 也会不一样 懂意思吗 所以不用旧观念 旧思维操作股票 好不好 来 涨最多的寒与股 万海 涨五倍了 前面都没有量 对不对 突然就量起来 然后就上去了 这个量 十年的大量 所以当你看到量的时候 不要恐慌 懂意思吗 注意 来 有没有 都这样 有没有 都这样 量就上来了 有没有 量会带动它 没有量 没有量就涨不动 台积电 对不对 好 上来了 有没有上来了 天哪 这么长 量上来了 股价就上去了 懂吗 重新定义新标股 活力题材 加三线加工良好 像这个有题材 真的有题材 一辈子公布89块 对不对 六个 六天五个涨停板 太强了 东升 今天有8% 盘中菜人涨停板 对不对 现在的获利 我们的获利 61%了 来 现在漂不漂亮 非常漂亮 懂意思吗 包含 Oh my God 非常非常漂亮 这就是你要寻求的标的 还有一档 我今天找到一档 还有一档 好漂亮 我们开始要进场了 现在办好手续就可以 拿起手机 打开LINE 我的QR call给你扫 扫完之后 来 发问题给我 任何问题发上来 说你是东升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我们时间交由由达 好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师 个表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东升粉丝耐手机扫描QR call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升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定留下来 张艺民会尽数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all 用Lite加好朋友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升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艺民会尽数回答你